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这才是巨鱼的天花本做法 在四川非常经典的一种巨鱼做法 比熬汤的要美味多了 并且吃起来还没有刺哈 买鱼的时候咱们叫年轻的老本娘帮忙打枕干净 拿回家只需要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鱼盆是个好东西也要的哈 清洗干净的巨鱼来处理一下 它本身呢是很多刺的 但是咱们可以通过手段 让它达到物理无刺的效果 就是上花刀把刺全部切断 看到没有 就这样子密集的切上一只花刀 把小刺就全部切断了 到时候吃的时候就感觉不到什么小刺了 再给大家详细的展示一下 这个花刀是怎么切的 看清楚了吧 只需要切入厚的地方就可以了 像肚皮上面它的入就比较薄 并且是大刺就不需要切了 最终切好过后它就是这样子的 来上一点配散的姜葱 料酒 毛毛盐 用手抓捏一下之后 给它活断活断的先码匀 姜蒜配一下之后给它切成末 再来切一点小葱头放到一起 葱叶子的话单独放 两个新鲜的红色二斤条切一下后把它炸碎 吃辣的朋友可以用小美辣 再来上两节紫姜 给它切成细丝 最后是性感的冲发 多切一点切个一碗左右 闷闷的一大碗哈 锅里面来上一点油 先把锅制一下咱们要煎鱼 鱼给它煎一下的话等一会吃起来口感会好一点 并且可以有效的去除它的腥味 这个锅有一点小哈 单条鱼要分两次煎 先把这条大的给它煎了 一面煎好过后轻轻的翻上一面就是了 看到没有没有破皮并且一点都没有烂 干锅就不用说了 两面都把它煎成这样金黄过后 先倒出来避孕 煎鱼的油留在锅里面 再来上一点新能源的猪油 先下干花椒呛锅 再把姜葱蒜末放下去 鲜椒末 其实有泡姜泡椒的话最好是来一点 这里正好没油了 再来上一点四川豆瓣 继续的用中小火 把香味和颜色都炒出来 这个鱼的话就不用放火锅底料了 把鱼度入味就可以了 因为今天汤汁比较多 中途就不需要再翻面了 鱼的时间度来差不多了 这样淋上一丁点醋 再给它收过一分钟 用漏瓢先给它漏出来打底 小心一点哈不要弄烂了 汤汁留在锅里下紫浆丝 再来一丁点水淀粉刮一个薄芡 芡至收紧先放入一半的冲发 花椒油香油 和转和转的 基本上就会出锅淋在鱼上了 一定要勾芡哈 勾了芡之后它的味道才能够扒得住 这颜色看起来有点巴适哦 鹿油油的 一定每一条鱼身上都要淋上才有味 最后撒上剩下的一半新鲜冲发 主要是点缀和增加葱香味 非常美味的一道葱丝紫浆鱼就做好了 蒸子做出来的鱼肉哈 特别的鲜香细嫩入味 并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和异味 葱香味浓郁 整体味道是四川的家常 紫浆和汤汤用来拌饭 真的是巴适惨的 没有小刺老少接你也不辣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走 有时间的时候试走告一哈 不喜欢的就只有免费看完 萨哥 这里面放了很多紫浆 爸爸这个好吃 嗯 还有爸爸 你为什么要把小刺去了 不去大刺吗 大刺去不了 鱼胖 我要吃鱼胖 我喜欢吃鱼胖 好吃 鱼肉好吃吗 好吃 嗯 你还没肉 鱼肉不是肉啊 这个鱼肉比猪肉好吃多了 鱼肉比牛肉好吃 但我一直在摸 都没有 我把刺切断了 好 吃起来应该都是没有刺 好酸 好酸 这个姜好香啊 我看鱼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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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就是四川 属于最常见的味道 对 看鱼味 这叫川味家 川味加肠味 我给你讲到没事的 辣个炒的紫浆吧 妈妈 她喜欢吃肉汤 尝一下 这是江西的炒饭 爸爸她喜欢喝肉汤 辣椒炒紫浆 可以吗 她说她喜欢吃 咸一些味道 好吃吗 好吃 还可以 没有 那个 哈喽 还有点辣感觉 放鸡蛋滑糖 鱼蛋也有 那我给你加 鱼蛋滑糖 夹白酱的也可以 白酱的全部切 刚才没吃的 夹白酱的 这会吃白酱的 你不要啊 不要 我等我自己来吃 都没有吃 我把刺全部切断的 好 你自己吃的 就只需要 注意一点就可以了